没错,来到星期一10点07分的这个时段呢 威廉的友人也不是怪人哦 威廉的友人呢,在这个时段是非常有爱心的人 那今天呢,为什么会邀请他们来到直播室呢 因为近来我们一翻开我们的报纸 很多报章的头条都是什么呢 黑心食品,要嘛就是塑化剂 感觉上呢,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为了金钱 为了利益会做出很多伤害其他人的事情 你看到这样子的新闻,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有点失望 会不会觉得说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子呢 就是凡事都是以金钱挂帅呢 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我们身边除了家人朋友之外 有没有其他人是真心在关怀另外一个人 还是真心的在爱和帮助其他人的呢 今天邀请来到的友人呢 这个实力雄厚啊 感觉上呢,非常的多 从来没有看过在直播室 我啦,是从来没有看过在直播室 有那么热闹的一个景象 有六位,哎不是 第六个我没有看到 有五位的友人 有来到了直播室 那这五位的友人 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当志工的 没错,他们在其他的时间呢 都会投入很多的时间 投入很多的精力 在做volunteer 做志工帮助其他的人 是在不收费的情况下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以金钱利益挂帅的 每一个人的身份背景都很不一样 所以现在话不多说 赶紧邀请他们一位一位的 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 首先第一位来 大家好,我是以文 好,第一位是以文 以文你是做什么的 如果大家有翻开第二台的话 我就是主持第二台 你怎么说的 其中一个主持人 以文他们要怎么翻开呢 就用那个手指吧 哎呀,你干嘛刁难我 好,如果大家有看TV2的话呢 以文就是TV2你怎么说的主持人 而且以文也是一个兼职的司义 而且也是一位志工 然后另外一位 我们来听一听Win 对不对,这一位 对 嗨,我是阿温 阿温,你的现在的这个工作是什么 我是一个 怎样讲呢 我以IT engineer 好,Win是从事这个 资讯工艺的这个领域的 就是IT就是做电脑的工程师 没错吧 而且也是一位志工 那当然另外一位 在Win旁边的这一位是 大家好,我是Joanne Joanne,告诉我们 你的现在的这个工作是什么 我是当会计的 会计应该很忙吧 非常忙 所以还有时间来到直播室 等一下跟我们解释一下 或者为我们解释一下 怎么可以好好的善用你的时间 还有时间当志工 这个才厉害 还有另外两位 小女生 感觉上 这一位是 大家好,我是千惠 千惠 千惠感觉上比较 年龄比较小 今年几岁 年龄是女人的秘密 很好 还说女人 那就一定有一定的年纪了 那不用紧 年龄我不问 我要问你现在是 从事怎么样的行业 Executive Executive 就是执行员 是从事媒体吧 对不对 对 就是会应对 应付媒体的 大多数都是做记者会交道 OK 就是会跟很多的媒体记者打交道 好 那现在另外一位 最后一位了 第五位呢 我相信应该是年龄最小的 这个我很好奇 这么小 就这么有爱心 我来听一听 她今年几岁 先从岁数开始了 这一位 不是女人嘛 女孩的年龄是秘密 刚刚过十九岁 十九岁 什么名字 Sam 还在念书 对不对 下个月就要去念大学 念大学 然后从事志工 这一个领域多久了 应该是有两年了 两年了 所以从十七岁开始就当志工 OK 所以今天我邀请这五位来 其实他们除了当志工之外 与这么一个共通点之外 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组织的 对不对 这个组织就是叫做HIP HOPE 是他们自行成立的一个志工的组织 那主要的出发点和目的很简单 他们说只是需要 在哪里的慈善组织有需要 他们就会出力 出时间 但是我想问的是 我看问当中比较资深的一位 是哪一位 就是手指都往Joanne的方向指了 每次大家都往她的那个方向指就对了 那Joanne我想问一下 会计师 对不对 没记错的话 是会计师 为什么会想到 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呢 为什么还会想到要当志工呢 没有啊 时间都是自己弄出来的啊 所以基本上不是 时间不是一个问题 时间不是问题啊 我倒是很好奇想知道你当初的出发点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有时间就多睡觉啦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时间要想去帮助别人啊 要想去帮别人策划他们的慈善活动什么的 可能应该是自己的生活背景 然后 然后一些经历啦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 就是你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动之后 可能是有不同的感受 你就会慢慢开始有一点点领悟 就会想要多参与他们一些活动 所以是透过一些活动 然后有一些些的感动 对 然后就想说其实你也可以付出一份力 对不对 嗯好 那我把这个箭头一指呢 然后回到以文的身上了哈 以文毕竟是电视主持人哈 所以比较能够侃侃儿谈对不对 不是只有我可以侃侃儿谈 大家都可以啊 你看客套话还是要讲一番哈 那以文我跟你说 比较客套的是她啊 那个Joanne她其实她就是 那个我们 我们整个组合里面的 这一个小叮当你知道吗 她只是比较容易落泪的小叮当 因为是身材的关系吗 会叫小叮当 哎没有礼貌哦 你这样子不对哦 你这样子就暴露了 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小叮当的原因就是 她就是我们点到什么东西 比如说什么器材 她都有 她都会说 哎我有 她就挖一挖 就从家里挖一挖 或者是从他车上挖一挖 你是说在你们做一些慈善活动 在你们一起去出力的时候 当志工的时候 你们也很多时候不只是出力 出指尖 也要出很多自己的一些道具 道具 对我们其实是在演一场戏啦 所以说可能一个活动 一个慈善活动需要 比如说缺椅子 缺桌子 还是怎么样的 就会 Joanne就是那一个人 她就是小叮当啊 所以你看这一些人当志工 当到这样子啊 就是把家里的东西呢 都搬出来了 有没有 都豁出去了 他们 我看一下乙文 我想了解一下 乙文应该在 是什么样的情况 校会当志工的呢 我相信这是一个使命吧 就是一种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的 自己就 投身于很多的慈善活动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的 就自己就参加了 几二三四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认识了 这一群 这一群不知所谓 一直在复出的这个志工们 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做啊 今天其实在 复出的当儿也有累的时候 就是总是会觉得说 嗯 就像你刚刚说嘛 大家时间其实不多 一天就只有那24个小时 然后工作啊 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事情 忙一忙了以后就觉得说 哇 好累哦 为什么我还要来做这些事情 可是往往就是 每一次做了活动以后的 那个感动 就是那一份感动 让我们继续再去 呃 向第二个活动冲刺 嗯 然后就可能就忘记了 之前的一些呃 辛劳 没错 因为有自己的 也算是你们的梦想 你们的志工的梦想 之前谈到音乐梦 今天呢 我们这个时段来谈一下志工梦 那以文刚刚说呢 一开始他是遇到这一些 非常奇怪的人 因为你会觉得 为什么有这一班呃 朋友 会这么愿意的付出自己的时间 当初你看到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就很奇怪 这我我第一次 哎 这么说好了 我们我一开始 我们各自 我们一开始都是各自投身于 这一个慈善活动的 嗯 那我们是在呃 G230 其中一个G230的 这一个DIY营里面认识的 嗯 那时候我是当 就是突然 突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的 就被被拉去当那个呃 当天的活动司宜 就是其中一个DIY营的活动司宜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 也就认识了这一群 就是一起在呃 当当志工 就是当丑伟的这一班人 然后后来的时候 大家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聚集在一起 就说要组成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志工团叫 Hip Hop Angels 嗯 嗯 嗯